今天有一些人一提毛主席好像处处都是过错 甚至是罪过 清算毛主席 这不公正啊 这不公允啊 这更不是事实啊 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来的副院长 大理论家李深明先生 就在今年的第一期的政治研究杂志上 发了一个很长的文章 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怎么样从方法论上来理解毛主席 因为你们说的这不是事实 你要谈毛主席的过错问题 不容回避的 就是毛主席晚年的过错 毛主席晚年探讨什么问题 毛主席晚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 对中华民族所做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 就是在探讨毛主席创立的共产党 怎么永不变色的问题 共产党执政了 你过去是在村里啊 在乡下在山沟里啊 离开老百姓活不了啊 后来进了城了 执政了 那执政了之后 你怎么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啊 你怎么保持和老百姓的联系啊 苏联党改变颜色了 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毛主席晚年提出了 夺取政权之后 如何保持党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 并且他老人家 用尽所有的气力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很遗憾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毛主席后来体力不支 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认为 他们利益受到侵害了 那这个问题到最后也就放在那了 于是这些人反弹回来 毛主席叫他们参加劳动 毛主席叫他们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当时有些武器干肖 让干部当中参加劳动 后来疯狂的反弹 他们就说 你把他们和老农民贯在一起 就是迫害 迫害老干部迫害知识分子 有没有一些人 个人的不公正不公平等等 有肯定有的 你想想 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人 你找一些历史的碎片 李世民先生分析了列宁讲的一个观点 你在大量的历史当中 纷繁复杂的现实当中 你找到那么一些例子 来证明任何一个观点 这连儿戏都不如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 全部的历史 全部的工作 事物之间的普遍的联系 我们要研究毛主席 要理解毛主席 必须做到这一步 否则的话 和宣泄仇和妈妈 那边有什么关系 有些人每当毛主席的大日子 要出来骂毛主席顿 找茬 借助各种各样的标题 来羞辱毛主席 这没有用 历史是一定会还毛主席公正的 只能暴露你小子良心不好 你所有的人设都会因为你这毛主席的污蔑 而荡然无存 因为历史会还毛主席以清白 李生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 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就是已经就这样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来创造 马克思这儿所说的人们 其中就包括了 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的革命领袖 历史的发展啊 就像自然的发展一样 有他自己内在的规律 承认吧 在完成时代所富裕的任务的过程之中 由于历史各个方面条件的局限 其中包括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领袖也没有办法超出他们那个时代 给予他们的限制 没有办法独立承担时代所富裕的重大课题 甚至在领导人解决时代课题的过程当中 出现曲折和错误是难免的 付出代价也是难免的 所以遇到曲折了 有错误了 有些人就水头丧气了 有些人犹豫动摇 有些人抱怨 责难 还有的人落花而逃 不是有人搞起义吗 自己撒压子颠了 快落跑了 连林彪这样的红军的优秀的将领 都提出来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 情况很复杂 至于有些人辩解呀 背叛呀 都是会有的 特别重要的 特别复杂的是 国内外的敌人 找到机会攻击你 宣布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死亡了 毛泽东事业挫折了 毛主席晚年错我了 等等等等 有一个道理 不知道能不能说得通啊 就是在历史上 任何一个广泛的 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 都不免要带上一些脏东西 关于湖南农民运动 好得很还是脏得很 有人就看不惯农民 跑到地主 少爷小姐的床上滚一滚 说你你你你 没有道理 那你小姐的床 你怎么可以上去滚一滚呢 唉 这种事你怎么说呢 你要推翻一个旧的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带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革命的过程当中 混杂一些还不太老练的 不成熟的革命者 也包括会有骗子 会有吹牛 会有夸口的人混杂其间 所以不免有些荒唐和混乱的现象 干胡的事 瞎忙一阵 不免有个别领袖 企图百废俱青 最后一事无成 这话谁说的 既不是李慎明说的 也不是毛主席说的 这是列宁说的 列宁跟中国离着老远嘛 早都去世了 苏维埃只领导了六年 但是列宁在对革命当中的裹挟的某些现象的分析方面 有助于我们回到毛主席那个历史时代 那个历史时期去理解毛主席 比如说湖南农民呢 我们的敌人抓住我们队伍当中的一些缺点 狂吠 像哈勃狗一样乱叫 列宁的回答是 让他们去狂吠吧 列宁在给美国工人写信的时候说 伟大的俄国的革命像川里雪夫斯基所说那样 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爆刊 向全世界大声喊叫 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 我们不怕有错误 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就变成圣人 劳动阶级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 被贫穷被愚昧 被逼到粗野的境地 他们干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 所以 李世民先生大断的引用列宁的 关于革命高潮来之后果息之下 革命者会犯错误 我觉得说的很坦率 毛主席有没有错误 有错误 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 这个错误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你们所说的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致力于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对全党全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怎么把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席的手里 怎么保证这个党永不变色 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在战争时期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跟老乡什么关系 那后来执政了以后 条件变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 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抓住呢 在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那个时候的个别的错误 用来否定毛主席 你们认为他们这个方法论对头吗 你有什么评论 欢迎告诉我们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再见